那讲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拼错了 应该是这个 那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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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变形容词 变形容词我就不认识了 这我也不会拼了 我不会不会pronounce 那这个也是一个Nucleus 这个杏仁核 杏仁核 这个杏仁核 这个单数复数的不同 Nucleus 就是神经元的同样性 集合起来的 所以杏仁核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很小 我们刚才看到的Cellumus 就是49是很大的一块 那这个只是一个切面在这里看 那等一下 到底每一面干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 那Hippochemus Hippochemus 这个是海马灰 这很多故事里面都会有它的 所以这个 只要讲到记忆的 大家都会提到它了 Hippochemus 这个下一个海马 在这里 一个灰 海马就是一个 就是长相那个样子 有点有点有点 这个形状 这个叫海马灰 OK好 The Limbit System 那这个杏仁核 McDollar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 那基本上它是 如果是在最尖端 在这个这里的最尖端 那中间还有像Putman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看 Putman这些 那四丘是一个比较大的 当然我们看到 这有左右 左右的 那这在这一块 我们现在看3D的时候 这边看 那这个 海马灰在这里 海马灰是这个 立体的看是这个红色的 海马灰是在 在这里 那 那杏仁核在这个地方了 那杏仁核 那侧面看的话 这个杏仁核是在 这里 对 然后连接的海马灰 这个这边上来 那四丘是在这一块 四丘是在这一块 那 只要没有讲到 我们以后会再看 那 基本上杏仁核呢 很重要 它是管这个 fear and anger 就是动员 我生气的那个 我们上讲过那个什么 那个 谁啊 刘邦啊 韩信啊 那个 就这个 就直觉的 生物的本能就会 第一个会反映的 就是杏仁核 那 那有时候 我们这个 这个比较 有教养的 或者比较 你的前额叶发 那么说有教养的 过了青春期的 过了青春期的 你的那杏仁核呢 有时候就会被 就它那个反应 就不会直接出来了 因为呢 前额叶 那里面就会比较 它发展成熟 就该生气的时候 忍耐 绝对不是杏仁核 杏仁核不会叫你忍耐的 杏仁核叫你怕 赶快退缩 或者是这个 那让你 让你去判断 那不要直接的 能够去反应 那就是前面 那个部分 发展好了以后 那杏仁核是那种 最直觉生物的 生物你去 打一个 它逃 或者它对你 侵犯 那一般的动物 它做的都是 杏仁核的 造成的 就生物的 所以这个 虽然很小一个 但是它是 它是跟这个 恐惧跟这个 愤怒最有关的 那我们再很快地 看一下这个 发育 发育要不要看 我们把发育看完 再来休息 那发育的话 就是 事实上这个 这个 其实是在这个胚胎 胚胎 从受精卵到胚胎 这样 这个沿路下来 一开始看的时候 大家很多这个 如果你去看 那个 Discovery 或各种 各种那种 婴儿的 在胚胎 在这个 baby形成 这个是堕胎的那些人 他很有争议的 到底什么时候形成的 这形成这么一个人 那这个 在堕胎的那个里面 是很多很多争议的 但我们看 基本上 人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管子的 一个脊椎 然后 上面这个 有这个 我们说前中后脑 还没有分 然后脊椎的 那这是一个 等于一个空腔 那这个空的 那 中间是空的 所以空的就有 有液体在 就有这个液体在里面 那这个液体现在 从脊椎一直到我们脑里面 脑里面有好几个脑室 也都是 都是这个 那个里面液体太多太少都不好 影响你的脑压 里面的压力 所以这个 这个整个是很复杂的 所以 所以有些脑部受伤的 或什么 那他就要 很 要控制那个脑液 就要多一滴少一滴 或那个量 那个是很 如果动到那里就是 医疗照顾是很辛苦的 那 那再发展下来 那脑室慢慢的就 就这个 脊椎那边就是一个 脊椎就是 这比较没有问题的 那后面就发生好几个脑室 就是这个 那第四脑室 然后导水管 这个第三脑室 然后在最上面 分成两个脑 两个脑室 侧脑室 这个 那 那前面前脑里面就发出这个 好好好几个 水晶体 水晶体是我 我最近换掉了我的一个水晶体 这个 这个 这个部分 因为原来在佩带里面就形成了 用太久了 这个 其实不是用太久 后来医生说可能是 太阳照 德州的太阳太厉害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太阳 所以大家能够戴太阳眼镜 竟然戴太阳眼镜 而且这个光很强的 电脑的影响还没有 那个紫外线影响强 所以这个 我那时候想奇怪 为什么老外 就我开车有戴 那个太阳非常强 也是戴太阳眼镜 就是说对着那个 其实戴太阳眼镜 开车都很累 在那个 在美国南部 太阳很大的时候 那个对着 什么都看不见 那这个 可是 那么多年下来 所以这个 所以我水晶体先出毛病 这个 不还好了 这个 那 OK 所以原来那么早 就出奇就有了 这个 然后 神 神经四网膜 那在后面 水晶体最前面 还简单 四网膜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就在后面 然后 就是各个脑室形成 那脑室的话 成熟的系统里面 脑室 从脊植下来 第四 四根 四根这个上面的第三脑室 所以有一个 有个比较细 就比较 等于有一个bottleneck 那就是叫脑倒水管 然后在 在这个 不同的角度来看 那通常我们这脑室 它 不管是 我们这里 我们后面不会再看这些 现在脑室我们大概有一个点 有中间 因为我要看它架构 知道有这个东西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血管 在这个脑部 那 脑部的 用 我们人脑用的 这个血流量是很大的 好像这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血量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要知道 我们的脑 就是跟我们全身的 这个脑要用的 所以脑部的血管 所以那个 以前那个怎么样 砍头的时候 那个血会喷出来 然后就是脑 脑子这个占着血 非常非常的 那血血的部分 我们就不多谈它了 那 脑室脑翼 脑翼翼 那这个是从侧面看 刚刚是这个 正面 从侧面看的话 那脑室的长相 是这个样子 这我也不一一的看 那有兴趣 你可以去 大概去想一想 这个左右 是长得怎么样的 那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刚才看到的 一些 从脑室 脑室在哪里 第四脑室 然后这个上面第三脑室 然后这个 中间有些我们还没有看 后面会看了 这偏肢体 有些东西 我们后面会看到 那大概大致有一个这个 做一个这个了解就可以 那有一些东西 我们后面还会再谈 我现在谈主要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要到 到这个 lobs 就是脑液 一个大脑的 Cerebron的这个 lobs 这几页 那这个呢 当然这个是比较重要 limbic system 我们刚才看到 那脑液的话 我想我们 我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脑液这个部分 我们就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脑液这个部分 好吧